马拉基书 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耶和华说 以嫂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勿以嫂使他的山岭荒凉 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以东人说 我们现在虽被毁坏 却要重建荒废之处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毁 人必称他们的地 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民 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 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 被尊为大 藐视我民的祭司啊 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 在哪里呢 我既为主人 敬畏我的 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描示你的名呢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且说 我们在何事上 污秽你呢 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桌子 是可藐视的 你们将瞎眼的 献为祭物 这不为恶吗 将瘸腿的 有病的献上 这不为恶吗 你献给你的省长 他其喜悦你 岂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现在 我劝你们恳求神 祂好施恩于我们 这望羡的事 既由你们经守 祂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甚远你们中间 有一人关上殿门 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 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 必尊为大 在各处 人必奉我的名烧香 显洁净的贡物 因为我的名 在外邦中 必尊为大 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 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 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 你们又说 这些事何等繁琐 并嗤之以鼻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把抢夺的 瘸腿的 有病的 拿来献上为祭 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 行鬼诈的 在群中有公养 他许愿 却拥有残疾的献给主 这人是可咒诅的 因为我是大君王 我的名在外邦中 是可谓的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